繼續開會 接著我們請 國民黨團聯合質詢 時間30分鐘 謝謝議長 議長可不可以時間先暫停一下 時間暫停 我們今天早上 我代表我們國民黨團 然後接受 這個公民團裡的陳情 那我現在 要把這個陳情書 轉成給我們的市長 支持市政建設 反對強拆破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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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可以開始 好 請開始 我們就市長 你最近是我們台灣的民館的道士 在五十幾年前 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 你也因為美麗島的事件 來去坐歐落 在高雄這裡 受到我們高雄八世家 競家的 尊重和重視 但是 現在 今天 在你做市長的高雄使者 你認為我們高雄 的民館 能讓它更重視 能不能這裡指定你 簡單答覆一下 請市長回答 臺灣應該是民主發地 保重民館的國家 你們有表達意見的管理 這樣基本的民館 不可以讓它踐踏 但是市長 你兩年前 你所說的聲音 大家又在那邊 但是 真對 最近 這段時間 包括今天 會在很多公民團體 來給我們議會 來認證 反拆遷 反無欄 這裡會受驚 不知道 但是市長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你敢有去尊重 這些人的民館 敢不可以這裡指定 來簡單說明一下 請市長說明 謝謝 郭議員 高雄市 有幾個 差不多 將近 10年 20年 3、40年 市場建設 這些問題 這些都是 為到公共建設 為到交通 為到地水 環境的改善 和描述 大保安 完全性格不一樣 這種類比是不正確的 高雄市 所有今天 幾個拆遷的案 如果像 我們 石前路的打偷 果菜市場的案 我想 我們在場的 黃柏林議員 在執行的過程中 也曾經支持 我們高雄市 這個部分 石前路要打偷 但是我覺得 這個部分的拆遷 當然 讓少數人的 一個權利 受到損害 高雄市政府 一定盡最大的可能 在這個部分 來把保障 救助 我 依法行政 如果今天 我沒有依法行政 沒有法律的基礎 我要怎麼做這些事情 我相信市民 是支持我 為了你剛才也有說 支持市場建設 對 這個部分 如果 市長感謝你的回答 我相信市場建設 國民黨也支持 拆遷 也是可以說的 但是我來請 市長你請坐 我請教我們 剛才你說的果菜市場 主辦果菜市場 是我們農業局 來局長我請教一下 這個果菜市場 這裡都有幾號 需要拆遷 來局長簡單答覆 請局長回答 感謝議長 感謝議員 總共有120塊 120塊 你常時跟他們通締要拆遷 我在八月份 通締要拆遷的時候 五月份的時候進行十五 我們在九月份來進行拆遷 八月份要進行拆遷之前 請問一下局長 跟當地的住戶 開過幾次正式的協調會 跟議員報告 總共有九次 八月份之前開過幾次 就是說從104年到105 總共九次 什麼樣正式的協調會 我跟議員報告 所謂的正式協調會 就是說大家在沒有共識之下 一直在開 一直在開 但是所以說在九次裡面 我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從優惠的措施裡面 一直在提升 從四千萬一直提升到一億十千萬 局長 現在有共識了嗎 我跟議員報告 現在有沒有共識 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想 在眾多的110戶裡面 很多自動拆遷的議員你應該知道 所以現在還沒有完全共識 我想 然後 局長 你說你開了九次協調會 不要說全體的議員 連三民區的議員都沒有收過公文 哪來了正式的協調會 沒有開會通知 沒有開會紀錄 只有私下的拜訪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所有的一個協調會紀錄裡面 幾乎 幾乎 參與的人有些有共識 有些沒共識的 局長 所以說 沒有達成結論 市長 根據市政府提供的資料喔 這市政府提供的 九次的協調會裡面 一百二十戶的人 市長你也聽到了 最多參與的人數是三十位 代表 其中九次還有一個人 兩個人的 或者私下拜訪的 陳如本席所講 國民黨團的要求 整個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真的保護到了 這一些要被拆遷的人 他們的居住權 我想跟議員 到今天為止 市長 你可能被你的下面蒙蔽了 到現在根據你們的報告 九月一號 瑕疵眾多的警方 強力拆除之後 今天十月份了 還有將近 還有將近 十戶 不願意簽同意書 我跟 局長你先請坐 這哪來有正義啊 市長 這哪來有人權呢 市長啊 今天 你剛剛講說 你們說 你們都是依法行政 你們是合法 拆除 但是 但是 難道 公權力的行使 只有 合法 跟違法嗎 我們的程序正義在哪裡 他們住在這裡的都超過五十年 以上住三台 你說要叫他走 八月分大堂 九月車就要聽 今年 蔡英文總統 這場以後 地方重要完全這場 完全執政 同時 你們就是國民黨的威權 所以你們呼喊轉型正義 我們這一次的拆遷有轉型正義嗎 市長 我們的程序上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就你剛才聽到我們局長講的 哪裡有協調會的開會通知 哪裡有協調會的記錄 完全都沒有 市長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對這個程序 請市長簡單說明一下 請市長說明 感謝院議員 整個十全路股菜市場有拆遷的案 在這個程序上 當然如果程序上 我們經過九次的溝通協調 私下幾乎農業局的同仁 不斷的溝通 如果防疫人看到有若干的人 有些人在這個過程之中都有同意 那有極少數的人不同意 那現在我所瞭解 當然還有三戶是沒有同意 那大部分的人都是接受市政府 不斷的提出 我們可能救濟補償的方案 現在存三號 當然我會覺得說 今天是為了公共利益 為了補償稿 浩淑一代淫水的問題 我感覺在這個過程 有很多不相同的意見 市長 市長 其實你請坐 其實我們今天國民黨黨團 他主要的目的 並不是我們反對建設 而是我們反對強制拆除 其實在程序上 我覺得市政府是有瑕疵的 其實我想今天來承請這些人 並不是無理的抗爭者 而是他們是一群無辜 無助 無賴的原住戶 市長 我不瞭解 你到底知不知道 其實今天來了那麼多的一個案子裡面 其實每個案都不太一樣 它的歷史背景因素 其實有它其中的原因在 我也不曉得 市長你到底瞭解多少 但是我想 我們只是要講 雖然我們要這樣子 高雄是要做建設 但是一個前提之下 也就是要讓我們這些原住戶 這些來陳情的人 他也能夠有一個遮風避雨 的一個欺身之處 所以我相信 他們跟我們一樣 跟在場所有的人都一樣 我們都希望高雄好 但是問題是 他們也要保障他們的生存權 所以我講 市長 我要講的最簡單的 剛剛我們講的果菜市場 還有就像我們的左營 舊左營國中 其實他在 早期日據之前 他們就已經是都住在那邊 他們的祖先都住在那裡了 可是到了日本佔據台灣之後 把它蓋成為軍事基地 然後把它變更成買賣 最後讓他們在那邊工作 但是因為後來國民政府接管之後 並沒有把這個產權還給原住戶 結果就用一個盆石頭市場 讓他們繼續去跟 那最後因為為了要建左營國中 才又給他們一個人三十匹 讓他們在那邊住 但是現在民國51年 要蓋左營國中的時候 就變成他們變成不是原住戶 而是佔用戶 到101年的時候才又要求他們要拆遷 要告他們 說要他們強制拆遷 種種的例子 譬如像還有我們的旗山大溝底 像我們的前鎮第一市場 其實有個案例 它的歷史背景是不一樣的 但是市長 你們常常一直強到一個轉型正義 公平正義 其實它是一個普世價值 但是我們要知道的是 你要臨氣真相 而且要真相的話 沒有臨氣真相 哪來正義呢 所以我也希望市長 每一個個案是不一樣的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多開公聽會 多去了解 然後救個案 一個一個好好的人來給他們處理 我相信這些居民絕對不是報名 他們很簡單的很卑微的一個要求 就是要給他們一個安置的地方 給他們一個合理的交代而已 就是這樣就這麼簡單而已 我希望市府你要拿出你們的魄力 而且你們要照顧市民的這種心理 讓我們的百姓受到一定的保障 市長 沒有人啊 說石泉路不讓你開通 也沒有人說啊 自鴻此不要做 這些建設 大家都是支持的 但是問題是 許多的建設的背後 有很多的問題來自於民國37年38年 甚至更早之前 這些歷史的典故 從來市政府不去 問說這些事情的發生的過程怎麼樣 只看現在 依法合不合 一句市長說我們依法行事 你知道有多少人受害嗎 很多國菜市場的老人家 連出去外面租個房子 你說太老了 沒有人要做他啊 所以怎麼辦 怎麼辦 像這樣的狀況 市政府了解多少 一件一件事情的在發生 是逼著大家不得不站出來 大家閒著沒事做嗎 站出來每天那麼累 每天要抗爭 還得面對很多的 里長 我不知道 在這裡我不想要就說兩邊 大家一定有互相不理解的地方 同樣為了同一個目標 如果今天是你家 今天是你家遭受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請你也設身處地的想一想 有沒有辦法讓他們產生一個平臺 溝通來溝通 市政府 市議會 開個平臺 大家互相來溝通 把這個平臺建立起來 不要讓將來有這樣的事情 還會再發生 我相信 市長是一個有溝通能力的市長 今天如果你願意 希望你開一個平臺 讓所有人能夠把所有的狀況說清楚 講明白 讓事實的真相能夠呈現出來 這才是我們要的 讓這個真相呈現出來之後 讓市府找一條大家都可以走的路 讓大家都有路可走 有房子可以住 這就是我們的訴求 市長 市長我們希望這一個 這麼多的反拆遷 反污染的案子 程序正義上 希望市長 各個團隊 可以回去好好的在研究 我們不希望我們看到的是 在野逢差必反 在野逢差必反 執政猜到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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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市長 今天 我們特別 國民黨團要提出來這樣的質疑 就是因為 在我們今年的 施政報告裡面 市長你提出來了一個 今年研考會有一筆叫做 參與市預算 什麼叫參與市預算 告訴我們議會 告訴我們高雄市民說 高雄市重視人權 高雄市重命 重視人民的心聲 所以高雄市未來的 預算方式要採取 由下而上 凝聚市民的 公民的共識之後 把決策送到市政府 由市政府編列 預算執行 然而當我們看到 市政府的施政報告裡面 一方面告訴我們說 市政府重視民意 我們要推出參與市預算 我們要重視人民的聲音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大家抬頭看看 這麼多的公民團體 大家因為被市政府 關閉了這些所謂 公開正式的所謂的 許多的協商的大門之後 他們逼不得已 今天必須到我們議會這邊來請命 我們看到的是高雄市民 為了捍衛高雄市民的權益 為了捍衛高雄市民的尊嚴 大家站出來 今天到議會來陳情 市長 這個難道還不應該要檢討嗎 看看我們在座這些 公民團體 大家不都是為了高雄的明天 而市長只是一句話說 你會承擔 就把高雄市民的權益關了起來 那麼你所謂的參與市預算 由下而上凝聚共識 向上形成一個施政的 這樣參與市預算 不是在欺騙高雄議會 高雄市民嗎 我舉個簡單 像我們哈媽星你們說 做第一場 無車日的示範程式 結果呢 說要開五場的公聽會 聽市民的意見 結果才開了三場 因為市民反對說推行無車日 所有的建設大家都支持 只是對於限制人民行的部分 市民提出反對的聲音 然後呢 五場說明會突然停止 後面的兩場完全沒有執行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市政府對待人民的心聲 所採取的態度 就是把大門關起來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果菜市場拆遷案 我們看到 互數聯盟 我們看到 齊山大溝頂的案件 都深深的 傷害了高雄市民的心 這個禮拜四 禮拜五 好像颱風要來了 但是颱風 我們看到的是在前面的 今年的颱風 我們雖然有成立應變中心 災害防治中心 市長不在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 高雄的露宿倒成一片 放半天假的時候 露宿倒成一片 摩托車倒成一片 因為大風一吹 我們看到真的是高雄市容 非常的讓人心疼 然後看到家長們去接送小孩的時候 看到他們的傘都被吹翻了 然後看到小孩子在冒著 可能會被車子壓倒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民意代表在現場看到真的非常的不忍 安全 只要大風一來 颱風一來 高雄市的露宿就有可能會傾倒 所以啊 高雄市的露宿 居然現在被 戲稱什麼呢 高雄的露宿叫做尿補術啊 高雄的露宿到底當初市政府你們的施政團隊 公務局你們有沒有責任 為什麼當初這些露宿 沒有辦法向下扎根的這些尿布術 這些可以驗收過關呢 然後颱風來的時候 路就倒成一片 影響我們高雄市民的安全 所以未來 市長颱風又要來了 我們高雄市準備好了沒有 預防措施樹木修剪了沒有 所有的下水道去清了沒有 我們不希望再次再看到高雄市 到處有淹水 連美術館古山一路到處都淹水 我們不希望再看到高雄市 颱風一來路樹就倒 我們也不希望高雄市 颱風造成我們的市容整個的毀壞 最後我們還是國民黨團要呼籲 請市長重視市民的心聲 當市民我們這些公民團體站出來的時候 市長不要再關起你們的大門 不要再把百姓往外推 聽聽人民的聲音 這個聲音 什麼人來做主 這個聲音 當市換到你們這裡的外面人在幫我們做主 你們幫我們告到社會 國民黨團現在在這裡 要來幫我們救災第一線的清潔隊所有的清潔人員 還包含到台電所有的救災人員 說一聲感謝 你們辛苦了 台風天那天 你台風天在外面人在外面人在外面人在搶手 請你現場在這裡搶手 你台風天在外面人在外面人在搶手 三的四的五的 来 手放下 几个没拿手的 感谢您的诚实 您那天是受灾好的 请您拿手 没人啦 本室是啦 所以本室拿手 您就更好名了 这些市民都是二等公民 感谢这样 风太天 我再感谢一个 我们的1999所有的人员 电话接到手软 接到不减刺 我孙子的本室 打开看看 真的没人跟我接电话呢 放台风价嘛 来 1999这什么付责 站起来 1999这个业无线的 回答本室 有放台风价吗 研考会 港湖 您怎么有放台风价 没有 那一天不但没有放台风价 还加班 还加班 也比刚才好 你们哦 有国语台语 还有客家后来 通通都变成国语 搞不好 要放台风价 要怎么 不敢接啦 哇这真正有夭壽的啦 把我们在那里没没收啦 本室这样插开的 去让风太压啦 去让手掃啦 整家插 蜜蜜蜜蜜蜜啦 来你请坐 来我请教一下 我们那天哦 政治一变中心哦 有成立了 在哪里 我来问一下啊 我们的社会局局长 政治一变中心在哪里 局长 邀局长请回答 在哪里 在消防局的 你在哪里 有啊 有哦 好来 我告诉你请坐 我们来问 政治一变中心的电话 几乎有人知道吗 我们来问一下 干部局的局长 在哪里 请教啊 哦我认识了 市长市政咨询 局长请假 我这比市长更大 不然我们来问一下 民政局的 这个最辛苦的 都怕第一次 局长 你怎么知道 政治一变中心的电话几乎 张局长请回答 这个机会让你参谈一个 来 不知道哦 不知道吗 你请坐 来 消防局很知道吧 局长 几乎 局长请回答 8224567 8224567 说给大家知道 说给大家知道 我还会给你们科技哦 你别忘记了 8224567 请坐 那天哦 全部人都很辛苦 很忙 但是 你们才会想过分 吃到不快吃 你知道吗 电话帮给他们 我相信在着所有的民意代表 不分 对一董啦 电话都吃到柔软啦 为什么 因为真的有人感受到 没电的 你想 那种医疗需要电的 在家里 在自己工作 没电 要怎样 要找什么 还有人手在我们红山南方楼而已 手在整个 砰 到他了 在他家 对对真正 那天在他家做同胎 对二楼 进水 进去 这要找什么 我想 市长 我们除了感谢一山第一山的阴云 以外 我们也要欢迎意见 让你们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有去做监督吗 希望你们可以一一对到 不管是 红胎也好 水灾也好 你们都可以有 具体的作为配套出来 而不是遇到事情 1999没人接 问现场所有的人员 你知道防灾中心的电话 知道吗 就只有消防局局长知道而已 你们都不知道了 更何况我们市民朋友 我相信你们那天 大家都能在那里拉幅 只有我们这边的代表 在那里拉幅而已 那 我把时间接给 我只要一分钟就好 市长 一年前本席 在议事厅咨询 县市合并之后五年多了 我们的路弹路数 到现在为止 还是我们的公务局 养工处在负责 来过去关系 要不要合并进行 是有这样的区公署 这样的区公署 并的建议 在第一时间就可以 服务我们的市民朋友 减过现在这么多的墙台 清洗我们的南台湾也好 其他地区也好 但是我们小市民朋友 最基本的要求 这样路灯路窮 现在又在我们的 高雄市政府的养工处 在把持 结果很多我们高中地区 部分政党的理想 去到我们的 桥桶那个地方 养工处进行抗疫 市長 最基本 路灯路窮 我们这种小事的困 还在我们的高雄市政府 这真的是重视我们的人困 重视我们辈子的困难 今天就没做我们辈子的小名 抗疫我们来 再存30秒就好 我们大厨一几天 行政中心 扁烈6亿 买来去这个行政中心大楼 结果 所建的地方就建在我们大厨 六骨塔的隔壁 我们的市長 风风光光的去到现场 参加动作典礼 本书他在反对这个案件 我不是反对新建 我是反对设置在 纳谷塔的旁边 他八成的观感不好 大厨还有其他很好的地理 为什么不选择 为什么一定要盖在 大树纳谷塔的旁边 但是我们市长说 你最重视人权 所以市长 我要邀请你 邀请你有一天 来我们的行政中心 落城后 在那个地方 住一个晚上 然后我们民进党的议员 陪你轮游值班 看看你的观感如何 谢谢市长 市长 刚刚您在这个 市政报告里面你提到 淹水是雨过大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市政府 有没有过错 有没有疏失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我们的西州抽水站 是被淹掉的 刚刚市长也知道 有淹被水淹 那时候设计上 有很多的错误 我想水利局也知道 然后广乎里 刚刚市长有提到说 在哪里要做抽水站 广乎里 市长是忘了 没有提到 广乎里 在这一次的淹水的时候 晚上八点钟的时候 我们的人 就逃之夭夭 广乎里 怎么不会淹到 一层楼高呢 这些 我已经 跟我们水利局长 已经提到了 一定要补偿 被淹掉的 只要我们市府有过失 一定要补偿 还有美农 美农的淹水 从横沟 问题是在横沟的水溢出来 不是美农西的水溢出来 如果要不是上一次 本学在直悬的时候 我们水利局就赶快叫 契合局去清的话 我们今天的美农西的淹 美农的淹水会更加的严重 淹的时间会很久 所以平常输卷的问题非常重要 横沟一定要赶快去输卷 泰安桥是因为溢出来以后 泰安桥的设计 把水去倒向人家的店家 的店家住屋里面 还有美农西 一定要赶快做一个输卷 不然的话 我们水利局现在所提到的 亡羊补牢在这淹水以后 再办了三场说明会 说要花多少钱多少钱 如果输卷没有做 我们花多少钱 都还是会去淹水 所以今天 我们绝对 不能把雨下的很大 来当作我们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 事实上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 这一天我们是要检讨的 谢谢 所有市長 只要这次的风台 看得出的高雄市政府 这些团队 在厌勉 真的这个好够 跟这个能力 受到我们市民朋友的透气 在这 要如我来专队 在这个 输卷的财产 市长 有接受到 我们的冬孽局也好 还是我们的海洋局 那个是水里局 向你来反映说 你问这些勇士 真的没有水财 做成它都不是一个合格的勇士 没有养殖登记症 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迅速来解决 那个市长 最后25秒 我们党团希望 市长里 对这么多的城抗活动 对高雄市政府 在台风天 像螺丝散了一地一样 我请市长 可以在公开这个议事长 来回答一下 让高雄市民 知道到底市长里在想什么 你要怎么来改善 市长这里简单回答 请市长回答 谢谢 刚才国民党党团 所有议员的机构 真不好意思 时间悠閒 无法一直跟你认识 我觉得包括今次 组合国庄反制救联盟 他们都知道这个部分 市政府没有采取 人和经济的周团 但是这个部分 我觉得继续跟他们交通 第一 第二 我希望教育教继续跟他们交通 希望可以继续在合理的行程之下 市政府尽量 采取对他们这些优利的方案 很多无什么样的公民团队 很多意见 都感谢很多 很好的机构 我刚才在市政部 我说过 市政府要怎样 国家所有的资本 更公开 资讯更加的公开 包括跟我们跟所有的 包括整个利益受到损害的 这些当事人 有些是各自的保护 我们在跟他们沟通协调的之中 未必完全能够公开 但是我是认为 市政府尽可能资讯公开 在协调的过程之中 刚刚黄一元提到 说这样有的越来越久 如果我们的共识性更高 当然参与的协调就越来越少 那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 在整个国家市场 国家市场有原来的地主 有的买地主的管理 抓头没名 抓买没名 有的第三个部分 在那三千五 减座 电容管理的转让等等 这个中间 我们都会分别 各因居住的事实的情况 尽量来给予协助 这个部分 那员住户的部分 那我想我们都尽量沟通协调 那尽量在这个部分 给予最大的救济 我想这些法律的程序 都已经完成 那我们只是在法律之外 能够给予更大的救济 希望大家为了高雄的进步 市政府可以做我尽量 尽量 那这个部分 希望大家共同 让我们十专楼打开 保障到饮水的问题 来解割 环境的问题 所有这个部分 可以组组成员完完 这我们一种这样做 我们在这个停修中 或是说停修到那里做得不够 市政府没法做到一百分 市政府也不可能在交通的过程 让所有的人都同意 有人有人自己的坚持 市政府也说过 我们愿意在透明公开的过程之中 所有的沟通都可以公开 都可以公开 如果我们程序有不够 感觉要做得不够 我想我希望我们相关的基础 在自己要我们再来检讨 希望能够做得更好 我们的目的都不是为了私人的利益 也没有财团的利益 我们的目的就希望为了高雄 黄红至随 环境交通 希望我们议会能够支持 谢谢 请大会工作人员帮忙把海报整理一下 请大会工作人员 请民进党团赶快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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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请旁听席的麦克风音箱 请看一下刚刚有点故障 现在有没有故障 也请确认一下 那如果旁听席的麦克风 有故障的话赶快处理 谢谢议长 请等一下旁听席的麦克风OK吗 OK听得到 好谢谢 谢谢议长 我想今天早上有非常 也是请议长时间先暂停一下 你要喊口号吗 时间暂停 我想 高雄市议会是属于高雄全人民的 所以今天早上有很多不同的团体 有支持也有反对的声音 那我们民进党团 其实是支持多元声音的表达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有党团的代表 地上反对的陈情书 也有支持的陈情书 来给市长 我相信一个多元的社会 不只是只有把反对的声音表达出来 有相当多的支持的声音 我想在这个地方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要给全高雄市民知道 也要反映给市府 我们请我们民进党团的代表 先把两份陈情书递送给市长 我们先 这是有支持也有反对是吗 这份是支持的 都在里面 两份都在里面 民进党团送上支持与反对的两份陈情书 我相信我们民进党团在这边还是要表达 我们是停改革 要建设的一个态度 来我们一起喊一下 停改革 要建设 要建设 停改革 要建设 好谢谢议长 时间开始 谢谢 谢谢今天大会所有的出席的市府团人 还有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民间团体 还有我们的里长一起来议会 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开 我们的议会的施政咨询总报告 那刚刚国民党团的一些咨询 让我们觉得有点闪闪躲躲 怎么闪闪躲躲 面对自己选区的议题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自己选区的议员 出来表示他的意见 当然左营的议员有 等一下我会做一个回应 那我想我们民进党团为了表示我们的负责 我们民进党籍的议员 还有参与我们民进党籍党团运作的议员 会针对包含果菜市场 包含古山无车日 包含就左营国中自救会的这些议题 我们会做一个正面的回应 那我想我们先从钱欣灵的意见来开始 我们请钱欣欣灵雅周灵文议员 好谢谢博颖 谢谢议长 议长在开幕的时候 我知道你特别有举了 那个古山区 就是我们现在的 五福路过去那个 公园路 公园路在我们第一届的开闭 那时候都是我们第一届的时候 其实当天呢 我心里闪过的是生日公园 我想全高雄市区的人都知道 生日公园在林雅区 接近中山路口 它有多么的漂亮 我当民意代表的前半年 第一届刚当选的前半年 接掏了一通拜访电话 来了两个人 然后他就跟我说 坐下来 他就跟我说 議員啊 你这年轻的 你去哪里你不知道啦 这堆公园 我们董二十几年了啦 没听哦 我们就后面 民意代表在给我们支持 我们都会董 你们就别煮丁丁 那时候的生日公园是什么东西 回收场 废田 垃圾 他几乎是林雅区市政政中心的毒瘤 哇哦 他一讲 我的眼睛都亮起来 我每天经过 我就觉得这里应该要 为林雅区的人民 有更好的环境 所以那一年 加上议长 我们全力支持 生日公园就诞生了 但是后来的选举 每一个民意代表 包括反对的 都说是他争取的 都说是他争取的 刚刚国民党党团 从果菜市场先发难 国民党团三民区的民意代表 没有任何人发言 他们派林雅区的代表 先讲果菜市场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他背后还是有广大的 民意的支持 我们三民区的治水 我们三民区的环境 果菜市场已经缓不济及 要建设了 我相信 为什么他们不发言 下一次选举 市长排除外难 把他做好 他的文宣也会说 他是争取的 接下来就成如博弈讲的 我们陪着市府团队 民进党党团 每一位民意代表 我们不做双面人 我们也不投机取巧 我们每一个人 为自己的城市 为自己的选区的建设 陪市政府做最好的负责任跟背书 接下来我们就把麦克风交给 三民区果菜市场开始 好谢谢 我是在地三民区的议员 他刚才我们看到国民党的议员 黄柏林 他明明就在市长 这个施政的部门 曾经讲过 市长 你这个一定要把三民区 果菜市长 要给他打通 是转路 跟面路 一定要打通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他是一句话就不敢说 其实他是代表的是国民党的主委 他应该是要去说服他所有的党团的成员 告诉他们这个建设 对所有的市民是有帮助的 但是他却没有做到 这个有人买 那就是买管理 没有所谓的有所有权状 这个地都是别人的 迟早要还给人家的 所以这是我妈妈 那我还给我的观念 说这个人的 把人的东西 有一个人要用的时 我们就要行人 所以我在这里要跟我们所有的占用户 说一声 抱歉 真的 这个地是政府的 政府要使用 要打通十全路 是所有三民区 所有的民众 所期待十几年的事情 再来 我们也看到 其实第一任的市长 都讲到这件事 都希望可以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 提了很多的方案 但是到最后 都没有实行 为什么 所以我在这里要肯定 市长的魄力 市长 你承受太大的压力了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我们听见三民区的 议员民进党团 在这里 把果菜市长的真实的名义 在议事厅展现 我在想 议员就是要怎么 就是要听见你们的社員 而且 不能混淆视听 尤其他站在一室厅 说话 绝对是要 属性 不能 厚良社道 行政跟属性不一样 那么本时 李乔鲁跟简幻中议员 我们要陈述的是什么 我们要跟高雄伺的伺人说 我也要让所有媒体在地这些 高山的社团 知道 我们的交通局 要在高山的哈马仙 办这个 无车日 当时李乔鲁跟简幻中 第一手 听到在台天共 要办这个 简单的报告时 我想刚刚国民党的议员 他没有出席 所以我们两位议员听见这样 然后我们两位议员深入民间 李乔鲁跟简幻中 马上立即告诉高雄市政府的交通局 我说这民意有声音 正面反击 正负两级非常严肃 所以我们两位议员 强烈要求 高雄市政府的交通局 一定要办五条位率民会 向哈马仙的民众 公和清楚 交代和清楚 让人民知道 那个生态无车日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李乔鲁跟简幻中要求之后 市政府就办 人员当然第一位议员 市委议员有来啦 那有没有全部在里面听到完 我就不便在这里讲 可是我要在这里告诉高雄市民 和高山的士大说 这五条就是办到第三条会办 民意的冲突非常大 所以我们立即喊暂停了 暂停就是说 市政府要听民意 就是叫我们市政府你的意思 广听民意 得到民意沟通的正向 我们再来正式来办这样的活动 结果 我们的市政府停办了 但是我要跟高山的士大说 不是高民党议员说的 说交通局 你五条搬三条就不需要搬了 一面说要翻破 一面又叫人搬 不然你的意思是要怎样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混淆 我觉得不可取 所以李乔鲁简幻中在这里很清楚告诉 我们的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把民意沟通好 我们要怎么推动 这个东西一定要做好善听民意的这个意见 但是我也要拜托 国的吉他董事的议员 不可以在第一次听 不照属性混淆视听 这样我觉得非常不负这人 谢谢 接下来我李博弈 来回应我们今天 刚刚国民党团 可能有代表我们的团体 包含我们古城的国中 包含我们眷村返坡迁的团体 一起来现场 那古城的国中 那时候 薄弈还在市政府任职的时候 我一个好深的印象 就是刚刚国民党团发源的议员 他那时候给市政府的建议 我刚刚找出来 2007年6月 他给市政府的建议说 就左营国中这边 应该要来开发 那最好是来找民间的资金 做BOT 做国际级观光旅馆的开发 那才让左营这边可以繁荣 让左营这边可以繁荣 我们整个经济的状况才会好 但是你们也要关心旁边30户的这个 你们讲的占用户 那我同时主张要开发 同时也要你们也要关心这边 要用合理的程序 那博弈目前看市政府目前的状况 其实跟我们跟这些自救会 长期也有沟通 但是自救会要的是什么 自救会要的是这个整个 跟他们议价的程序 跟他们主张的整个沟通 怎么征收的程序 目前市政府的程序到教育局 还在估价的阶段 还没有到下一个阶段 就是要整个整体开发 或者是哪一个局处 已经做好整体开发 而且在目前市政府的 整个BOT的招商的过程 还有很多要跟民间来说明 地价税未来要如何走向的问题 所以目前这个案子 我想这个我们必须要负责任的 来跟当地的居民说 我们不能同时扮演讨好 不能同时要求市政府要开发 但是又要求市政府 你旁边这个又要做好 好人坏人都我来当就好了 我想我们负责任的把程序 把整个事情的结果 我们要跟市民朋友来报告 那包含还有眷村破迁的团体 江先生 我也在这边要跟你说明 整个法律的程序 跟国防部法律的程序 进行到这边 那我想您今天的诉求 我们在诚情书里面 我们也会跟市政府 还有整个国防部 来继续来协商 未来这些遭遇到搬迁问题 这个眷户要如何来解决 跟如何来协助他们 来做这个搬迁的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请小永达议员 谢谢 我们议员是在监督市政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台湾社会公认的人权市长 陈举会陷入转型正义的正义 那原因很简单 就是在收拾国民党的烂摊子 石泉路果菜市场是民国61年 当时候的国民党政府 以一瓶410元强制征收 所以法定程序 早二三十年前早就完成了 民国61年早就完成了 所以通到现在 转型正义是什么意思 就是民主时代的政府 在处理当权 当时候威权时代的政府 不法或不当的行为 所以果菜市场是什么 当时候不当的行为 陈举市长用很大的耐心 一再处理一再处理 当然有人不满意 为什么不满意 就是当时候的国民党政府 做得太烂了 议长我有一个问题 希望你能够处理 你不只是我们民进党的议长 你是66位议员的议长 你也是国民党的议长 也是五党级的议长 要谈转型正义 那我们就来认真谈 什么叫做转型正义呢 就是在处理过去威权时代 不法或不当的行为 现在我们国民党的议员 大官都在我们议会里面 有当国民党主委的 有当副主委的都在里面 所以要处理 不然形象不太好 现在的高雄市国民党部 在三民区 在民国51年的时候 以17万9千元购买 276瓶 现在那里一瓶地最少50万 根据实价登录最少50万 现在多少钱呢 1亿4千万 占了800倍 根据当年沈主席吴国珍的回忆录讲 当时候是党国一体的时代 党政不分 国民党的预算编在哪里呢 很抱歉 就编在省政府的预算书里面 换句话说 国民党买地的钱呢 很可能就是人民的预算 现在不当党产处置条例通过了 就是在处理什么 转型正义的问题 转型正义在台湾 有高度共识 超过七成民意支持的是什么 就是追国民党的不当党产 所以康议长 你是民进党的议长 也是国民党的议长 也是五党级的议长 是66位议员的议长 为了提升本会议会形象 我觉得啦 国民党团绝对不能 打不还口 骂不还手 有钱拿就好了 那一天 我跟我们党团总召张胜户 干事长陈正文 在上礼拜四议会开议第一天 就提出这个问题 要国民党团回答 我真不好意思 这段就有钱拿就好了 不用回答 没关系 他们的台读就是这样 但是为了提升议会的形象 请康议长问一下 国民党团这事怎么处理 是 我们会将您的意见转达 关于果菜市场 也有人要丁净咱 这个经营就是 重点是100空四年 我们市街已经征修 市价增收到100空四年以后 不是市街征修嘛 这个要求这个嘛 要求这个市民要负担 全部要负担20亿啦 这是这个重点嘛 我们有可能公平正义 普世价值嘛 这又不是 为反对而反对 这个声音 我们听得多了 所以毕竟说无理启闹 虽然要叫我们说 不算多的 多有可能 社会数多有可能 毕竟说 今时代 增收多少 我们就照增收多少 以前的增收多少 就照我们走 义兄啊 谢谢 那我们是不是就 刚刚几位议员 所提出的问题 包含第一个 三民国在市场 第二个 就左营国中 第三个 古山无车日寝 我们市府的局处同仁 是不是可以 由夜管的副市长 来做一个回应 请夜管的副市长来回答 或是市长 市长 许副市长 我想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的 这一个案子 到最后 当然都会有一些意见 仍然存在 那每一件案子的法律基础 跟它的历史脉络 其实不太一样 我们从过去这十年来 其实刚刚都说到 生日公园 我可能赶不上 但是我赶上了 这一个公园路的 这一个 这一个开辟 那陆陆续续都会有一些 包含 果菜市场也好 左营国 左营 旧的左营国中 等等的这一些财钱 那这一些部分 我想市府的态度 第一个 我们要补偿 过去合法的权利 我们对于 事实居住的事实 我们也都尽可能 辅导在合法的空间里面 给予最大的善意 不管是补偿 或者是救济 这中间的过程 我相信我们各个局处 其实都尽了 最大的努力 在做协商 在法律上面 尽可能去做解套 那至于到最后 他可能好比说国贷市场 120户 到目前为止 可能剩下三户 或者有人宣称九户 那不管怎么样 我真的要问一句 如果事情不到百分之百 全部赞成 难道事情就不推了吗 真的是这样吗 一个市政建设 一定要到百分之百 所有人民都同意 这个市政建设才能推 这样的事情好 我真的只想问这一句 谢谢 我们刚刚在考验 许副市长 你确实对市政 有善尽责任 那最后 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 陈局市长 针对民进党团 所有提出来这个意见 来请你做一个答复 请市长回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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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当团 今天 很多 的 声音支持 这段时间以来 对不起 我 我个人生受 很大 压力 着臂 责备 各种都有 不过 我说过 市政的推赦 我的任期存兩三個月 我也可以選擇 就是這樣論就過了 不要做 贏我這樣最好 就是說高雄市政府過去已經十年 為了推動整個市政 我們做了很多努力 你說不管是公風路 不管是大義市場 不管是公山 中山 公橫 不管很多很多 為了高雄市政的提升進步 我們難免會跟既有 佔用戶 他現階段他的利益衝突 不過我們都盡可能 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之內 給予救濟補償 市政府 我可以做 我都盡量 做到可以這樣做 但是就是說如果說今天 在我們看到 我們很多很多過期市政的推薦 我想今天對這個這麼困難 高雄市場濺潤路會怕痛 如果不是陰水的問題那麼嚴重 孝順街在波竹高附近 每一下大雨不要收颱風 它必然都是淹水 每一次嚎大雨 我第一個都必須到 我們就在那個地方 我們一直在想要怎麼解決這些問題 現階段 郭菜指定的搬遷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說明 這當然是高難度的工作 當然就是說 從所有原來的地主 對他們來說 確實是很不公平 早年的這些 他們的徵收 不過已經經過四十年來 好幾個階段 不斷的在救濟補償的部分 當然也持續 跟嚴住婦的這些地主溝通 那我想今天 我們努力溝通到現階段 不管是剩下六婦 七婦或者三婦 兩婦 我想我們從來沒有放棄溝通 如果我們只是說法律上 法律的這些程序 老少都已經完成 我們現在不是 我們現在是說 我們可以做到更加往往周延 我們盡量的努力 那在這個過程之中 不管這個 有些是購買人家的權利 有些是三七五減租 買電容的權利 有另外一部分是原地主 這三個人面臨的狀況 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會針對他們 不同的狀況 我個人對於嚴住婦 就是說原來的地主家 我覺得我對他最大的欠意 我最想要支持他們 因為他們從頭到尾的立場 都一樣 他們一直都沒有去領那個保障費 不然那個保障費讓人不收 到這個部分 我會覺得他們確實 有很大的欠欠 所以我們現在盡量保障 盡量站在法律 可以應徵的範圍和支持 那現在我們剩下最後的三戶 我們都在持續的溝通中 我會覺得說 市場的建設 你現在或經過民族路 那個地方 過去 造成我們三民當區發展的問題 我也知道 我做一定封閉 要這樣做就不用留給我 不用留給我 如果我不做 我也仰望 我想我今天 當然讓人擱落 讓人 大家 我就是安全下床 我就做完 就 但這樣好嗎 高雄市民對我們的期待感這樣而已 高雄市民 也不是期待說 今天是很困難做的 期待我們可以去玩笑 很困難做的 可以透過我們不斷的溝通協調 可以把濕傳路來打通 淫水的問題來解決 整個所有菇菜起床的髒亂 登革熱來做好的解決 所以我想在這個部分 我雖然承受很大的壓力 但是我想 我希望市民支持我 我只能夠既然說 我希望我可以賣走 因為賣走對我最簡單 賣走對我最好 逢黑肉 但是我如果選擇要做 非常困難 我真的請求市民朋友 支持為了高雄的進步 請大家支持我 另外我認為我也要說很多 我們有很多 我們所有有很多 沒什麼樣的議題 沒什麼樣的公民團體 有很多沒什麼樣的意見 我想我們都準到 如果我信仰民主 我就必須接受 民主多元的聲音 民主多元的意見 所以我們只有接受 所以當公民團體來抗議 公民團體不斷表達他們的很多意見 那市政府一定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會去緩醒思考 我們未來跟所有的市政建設 所有的資訊更透明更公開 更讓大家有更多表達意見的機會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都願意來思考 市政當然一路走來難度都很高 但是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 讓所有的人都滿意 我們必然 我們希望把進步留給高雄 把市政留給高雄 如果有傷害 我想我只有個人承擔 我非常感謝大家對我的理解跟支持 謝謝 謝謝 謝謝民主進步黨黨團成員的聯合質詢 今天上午的議程到此結束 下午3點繼續開會